有些人可能依賴了這個渠道 其實他當作是一個垃圾桶 只不過是令自己舒服一點 是你需要有責任去處理 你這所謂的垃圾 很多人家都放滿雜物 多數都會選擇丟掉它 但最近就有一個幫助救物重生的APP 其實整件事的概念就是 都是我想出來的 我是在工程公司製造的 即是會接觸很多室內裝修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你見到很多新租的櫃、桌子、椅子 經常都會被人吊掉 想藉著找一個平台出來 去做一些事不要令到那麼浪費 另一個創辦人阿楓是品牌設計師 曾經創立過時裝品牌 為了迎合市場生產過大量的衣服 有一天我就發覺 我去倉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我們有六萬件衣服 而這六萬件衣服 其實已經過了季 都不慶 甚至乎我們試過用一折都賣不出的衣服 所以那一刻就令我覺得自己很有敘舊感 為何好像破壞地球很重要 於是他們兩個人就花了十多萬 設計這個免費的APP 這件事其實是有人要的 為何他那麼需要呢 我不要 是不是我自己有問題呢 你這個情況之下 你這個過程之中 你可能會有些反思 這一個我想都是一個慢慢的教育 前不前不快 希望大家可以改善過度消費這個習慣 就像一本書一樣 很多人看完 放在櫃裡 為何不可以當它像全家之寶 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 我自己曾經在這個APP給東西的時候 是可以跟拿東西的人做為朋友的 對 這樣 可能會形成一個小社區 為了令物件可以找到最合適的主人 之後是需要捐款錢可以拿走的 但是放東西上去的做不多 拿東西的人的確是很多的 那不如可能是你給一件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設一個價錢 說想收到的錢 收多少錢 而這塊錢不是你收的 是我們幫它收了之後 我們捐到一個前線 那可以令人去想一想 就是小小都想一想清楚 究竟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這塊東西才拿呢 那就想倒絕了盲腸這個情況 雖然未落實會捐給哪一個慈善團體 但大家都不妨一起努力 幫忙減廢 這個APP的操作很簡單 跟Instagram類似 很適合怕麻煩的年輕人 在自己可以出的能力範圍之內 小小小小的改善一下人的生活